我自己也不知道 能否等到2032年出來 可能我已經先走了 所以一想到這些 我自己就很灰了 港人鄧龍威 二十年前在菲律賓 因為犯毒罪被捕 即使被判終身監禁 多年來他都堅持自己無罪 為自己力爭自由 但是經過多年審訊 終審都是維持原判 目前只是靜低再考慮程程 和全體法官覆檢兩個方法 可以令到鄧龍威無罪釋放 不過鄧龍彪就認為 機會十分渺茫 全部人都覺得是最有力的證據 為甚麼呢 根本去監視的日期 他都未去到菲律賓 我們打算當時上數已經是贏了 或者是終審的時候 誰知道都是輸了 鄧龍彪說 當年來港英、特區和中英兩國政府 都有試過幫鄧龍威 可惜成效有限 可能年代真的不同了 你以前香港港督的年代 他真的會整個港督飛去菲律賓 要求你怎樣 要求帶回當年歐詠祥這個人 回來香港 現在我們這麼多年 我們的特首是不會飛過去菲律賓 帶回鄧龍威回來 我們的政府 不要說到外交部那麼高了 我們香港的政府 可否飛一個人過去菲律賓跟他談 你不要又說現在疫情是怎樣 怎樣我們進不了境 那工人姐姐又來到香港 菲律賓那麼多工人姐姐都來到香港 那為何我們香港人不可以飛過去菲律賓呢 鄧龍彪說 目前先希望爭取弟弟無罪釋放 退而求其次 是希望菲律賓政府特赦 最後一著 是希望可以透過囚犯移交協議 給鄧龍威回港服刑 一直協助鄧龍威的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就說不會放棄 他還說 現在特區政府可以在囚犯移交上努力 當然我們都不會輕易放過這件事的 但是問題就是做甚麼方法處理 都還是需要掌握考慮 囚犯移交的安排 那裏倒喘 香港政府可以做多點事 譬如主動點安排多點 甚至先面對菲律賓政府 不是那麼合作都好 都盡可能我們希望推動多點 既然協議簽了 我們應該可以示範一個案例出來 這方面就可能需要再努力去做